陈如我刚刚介绍单一张资料表做资料分析 然后我们来去解决 解决一些 例如说老板最关键的是利润 那利润什么产品获利最高 对不对 然后我们有了好多种方法来去做这件事情 好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 我们用联动分析来去找 哪一个类别 哪一个子类别 它的一个上升下降 利润上升下降比例最多 对不对 好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分群的方式 分群方式 只是在分群这边 我解释的是 我是用动态散步图 动态散步图 我在介绍子类别产品 那个像桌子 它是跑到右下角去了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我有介绍好多好多都是跟就是利润分析 解决这个利润分析 让老板知道利润是什么这件事 好 那我们通常不可能这么刚好都只有在做一张资料表 我们可能会做两张资料表 两张资料表这边就会产生所谓的一个 例如说这张资料表跟这张资料表 我今天把它拖曳过去 join在一起 或者是这张资料表跟这张资料表 拖曳过去 把这张资料表拖曳到这边 然后join在一起 那我今天要举的例子是 我今天要举的例子是 因为要用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是什么意思呢 开放资料就是 政府机关 政府机关哦 它是不是会取得民众的资料 民众的资料 去各自之后 它可以释出 它可以开放出来 然后给不管是学者 或者是民间 来去做研究统计用 这就是开放资料 所以你们手上都会有 都会有未开放的资料 只要去做去识别 你就可以把它变成开放资料了 好 那我举的是什么例子呢 我举的是这个例子 我要请你们下载 首先我们先学会下载开放资料 学会下载开放资料 我的意思就是说 开放资料是 就是公家机关寸找出来的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 学会怎样去分析这些资料 好 例如说我想要分析登革热 登革热好的资料 然后那我想要知道说 那各县市登革热的一个发生比例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 那或者是说我要去做一个人口数的降证 然后去看这个现行率是多少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就先到打开Google Chrome 然后我想要去下载登革热的资料 所以在这个地方麻烦就请输入开放资料 我们到政府政府的一个开放平台来去下载开放资料 好 它叫做政府资料开放平台 请问台北市政府有没有这个开放平台 有 可以吗 好像就叫做什么data.gov 那新北市有没有开放资料 有 那请问你一下 那整个台湾 好 我们是不是也会有 就是台北市政府开的 虽然只有他自己的资料 但是会再收集到中央去 变成中央的这个资料开放平台 好 所以这是整个全台湾的 整个全台湾 包含假设你打登革热 请问会不会有高雄市政府的登革热开放资料 会 当然也会有中央卫福部 他的开放资料 那我们要分析 我们有时候我们是要分 像例如说我们这六都的情形 来去做比较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关键字我要输入什么 我是不是要输入登革热 然后点选搜寻 稍微等一下 这边就是要花很多时间等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 等我明天选举完 有机会 有机会就是当选 我会去调查的 没有这个因为我要告诉你 政府机关的资料 真的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大 那个是太庞大了 这样可以了解 我跟你讲台北市政府 台北市政府收集到的资料 好像那个平均数 不会超过十年 可是中央有一些的资料 他已经收集到二十多年 三十多年 建法到现在几年了 好歹也二十多年了 好了 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没有看到 我找登革热吗 那我建议 你这边有没有看到 台南是108年1月的登革热的资料 调查对不对 好 这个是2月108年 我就是去年2019年 7月2019年2月台南市的资料 然后108年3月 台南市的登革热资料 4月5月6月7月 台南市还蛮积极上传这些资料的 可是可是我建议你 这些观看的人数都很少 为什么 不是没兴趣 就是关心台南市 关心台南市这并没闻的一个调查的人 是很有限的 对不对 能不能把它换一下 换那个排序方式 换成什么 浏览次数由多到少 浏览次数由多到少 意思就是说 我把那个浏览数最多的 放在第一位 你就会发现 那一定是全国的资料 不是只有某一个县市了 可以了解吗 你今天拿到资料 最好是拿到越多县市的资料越好 对不对 越完整的资料 是不是越好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 不要只分析台北市的 台北市登革热一定有 可是你觉得他会不会一直平凡的上传上去 不会 因为不需要 可以了解吗 连中立是第一起登革热 他说什么 十年来首例 哇就上新闻媒体了 那高雄早就已经被他发生几例了 听得懂我意思 中立他就是可以上新闻 高雄发生了例如说100例 没人想要去问 没人想要去听这则新闻 理解 好 那我们 接下来看一下 你看 登革热从1998年起到现在 到现在 有听懂 点它 然后 接下来 接下来 这边 这边 他的资料 不管是什么 反正 只要是 可以让我们下载的 我们就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 不管是JSON CSV 文字 党 Excel ODP 那个开放资料 也 Open Data 应该有知道 我们全部都可以下载 全部都下载下来之后 PowerDI 都可以打开 PDF 可不可以开 可以 真的 有时候我们开放资料 他就是把那个PDF 也开放出来 好 早期了 现在都不会开放PDF了 好 检视资料 这边是不是有CSV下载 有看到吗 我重点是 我重点是要复制连接网址 我要复制这个连接网址 有听懂 我们本来是不是把那个档案 先下载下来 你会不会下载 会吗 你现在不要下载 我只要这个网址 我只要这个网址 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未来 这个 这应该是 卫福部疾管署 天天 因为它是美日 登格勒的确定定力 它只要有上传上去 那个网址是不会变的 我的资料 只要重新整理 就画完图了 有听懂吗 有听懂 所以这样子好不好 很好吗 你根本就不用再去更新 不用去管理那个资料 因为那是卫福部 机关署他们在做这件事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哦 好 那还有一件事情哦 因为今天已经更新完毕了 你要再看到有新的个案数 比如说可能要等到星期六 星期天 而且你还要阿弥陀佛保佑一下 真的 因为一月份登格的是属于什么 就是不太会发生 整个12月 一到一月 整个就降下来了 好 因为是温度的关系 所以它可能不会再更新 可以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就是说 虽然你假设五天后 一个礼拜后 你再重新打开 重新整理 它可能个案数 还是维持在那么多 那是因为真的没有新的个案进来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哦 要是有它一定会更新 好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是用这个复制连接网址 然后接下来呢 我就关掉了 那到Power BI 你们刚听得懂这一段吗 应该都听得懂吗 好 我现在把我的Power BI重新打开 其实你就是去想办法找到开放平台 它这个资料的网址 那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没关系 你就把它这个档案下载下来 好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到这个地方 其实我要告诉你 它那边还是有问题 我打开我的Power BI 好像放在桌面上 快速点两下 Power BI 我事实上没有下载下来嘛 对不对 好 已经有Power BI账户了吗 请登录 然后再把这个关掉 详见 那个第一天的课程内容 好 然后接下来这个说明 其实画面我也把它关掉 然后接下来呢 取得资料 稍微等一下 每次在这个地方的操作 稍微等一下 可是要很神奇 我最小话 然后再把它打开 就可以点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你看 久病成良医 就是记得电脑 电脑就是多点去的地方 好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这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Web 我给你们看 它实际上完整放置 在其他 取得资料 其他里面的什么地方 在全部里面一定有Web 全部 因为全部嘛 对不对 一定会有Web 我就不去 不行 一定要找出来给你看Web 哦 好 Web 好 它其实是放在那个 放在其他里面 它放在其他 因为它也不是档案 也不是资料库 也不是那个 微软公司的名端服务 也不是什么线上服务 线上服务像那个脸书那些 它是这个其他的第一个连接 可以了解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它就直接变成一个网址 刚刚我复制的那个网址 我刚刚是不是选择 滑鼠右键选 那个复制连接网址 所以这个时候就快速键贴上 那当然你可以用滑鼠右键 然后贴上 贴上 然后确定 然后接下来它就会问你说 你现在要取用那个资料 那你是不是要用匿名的方式 取卫服务疾管署的资料 好 当然是 所以我们点连接 稍微等一下 因为资料量蛮大 1998年 请问1998年到现在多少年了 21年了 可以了解 然后它变成是这个样子 变成是这个样子 其实是 这个才是它真实的网址 这个 我不想你们可不可以理解 我现在说的意思 这个才是真实的网址 好 那所以我必须要先取消 我必须要先取消 然后 然后我去用 用个 Excel打开来 贴上 贴上 点它 然后它现在变成是这个样子 那个 CSV档在这里 它其实是一个网址 OD各位知道是什么吗 那个 Open Data CDC就是 集管网址 是集管署 点 GOV 点 TW 那 那所以台北市 台北市就变成是什么 OD 点 TPE TPE 然后点 GOV 点 TW 当时 现在都换了 现在那个 网址都换掉了 好 这样大概可以了解 我重点是要这一个 看你是要 JSON档 还是CSV 我重点是要这个 网址才对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好 我现在要把它 关掉了 不要储存 然后我的这个 取得资料 Wave 我要重新去 网址贴上 我要贴这个网址才对 然后 确定 连接 你看到的就不是刚刚那一个内容了 你们这样可以了解吗 我在这边还不能中断 在这边还不能中断 为什么 因为出现乱码了 我要把它先继续讲完 这样可以了解 我刚刚讲的意思是说 政府是不是会有开放资料 你就想办法把它抓下来 抓下来 抓下来 你不要用炮被打开 其实我只是在做 你们应该 会做的事情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乱码 那你要了解 为什么是乱码 也许你会觉得 现在开始都一直遇到问题 可是这些问题 你回去 如果说你需要报告 我建议你好好的报告 把我现在所讲的问题 全部都 写过一遍 经过你的脑袋消化一下 你耳后会做得更好 好 UTF 我们刚从网路上抓下来资料 对不对 我们现在这个资料还是放在 卫服务 集管署 然后他们的资料 他们的资料 是不是经过网路的方式 要传给我们 对吧 那网路的资料 他都会把它做成UTFDH8 可是我们电脑本机 Power BI 是本机的机器 它的一个编码模式是ANSI 也就是大5码 UTFDH8跟Big 5 是不是不一样的名称 有听懂吗 就好像说 美国人讲美语 我们呢 讲国语 是不是两个不同的语言 那你是不是 是不是要有一个翻译器 去做一个转换 这边呢 这边我们必须要把资料 改成网路资源的格式 UTFDH8 你就会看到不是乱码了 可以了解 好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不可以用你是要打开 一定要用什么 Power BI打开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叫档案原点 档案原点你往上去找 它现在预设是不是B5 因为本极端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找到UTFDH8 这个 UNICode ANSI跟UNICode 是不一样的 ANSI是我们本极端 IBM这种电脑 针对我们是繁体中文 所以我们是用ANSI 你们有没有听过 ANSI 没听过 现在也听过了 那 网路 ANSI 它的编码名称叫做BIG5 BIG5 就好像有点像那个 猖截输入法拆中文字 跟那个 竖程输入法拆中文字 还有注音输入法拆中文字 是不是不一样 可是一定有互相转换的 好 在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网路上它是UNICode UNICode 然后接下来 它的一个编码模式是UTFDH8 点到它之后 你在这边就可以看到全部都变成正常 然后 载入 你再稍微等一下 我们这边栏位就会出来了 这样可以了解 做完这件事情 你以后不用一直在想说 我的新资料怎么进来 你只要点重新整理 新资料就一直不断源源不断的进来 不过它一天也只会在半夜的时候更新 增加它的新资料进去 如果有新个案 新的登革热确定定例 它是用半夜的时候来去更新 所以你上班的时候 你打开这个档案 它就会同时帮你做重新整理 可以了解 它不可能说随时随地 9点发生了一个新个案 9点就更新一次 10点又再上传一次 不会这样 它一天会固定的一个时间 来去上传的 好 这是确定 每日确定定例 来去上传 然后让我们拥有最新的资料 多少笔呢 多少笔 拉下来看一下 79,834笔 好 大概可以了解 这次截至哪一天 我稍微 我把那个发病日期 排序一下 第 第减好了 第减 1月8号 今天多少 1月10号 可以了解 你看1月8号还蛮多笔的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刚我刚卷轴在这个地方 可以了解 拉到最上面 好 2020年1月6号 一笔 在哪里 新北市 新北市 新北市是不会有那个本土行 一定是那个可能去南部出差 然后被蚊子咬到 这样了解 好 本土行 北部本土行 在北部本土行是会上新闻的 本土行 听得懂什么叫本土吗 好 OK 这个资料 我到时候 我最后还会再请你做 我最后会请你做这件事 请你不要做 麻烦请你现在做这件事 我全部都把它关掉了 好 这样大概了解了 我们的资料真的是要来自于开放资料 开放资料 好 那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们暂时不去网络上下载 我们去哪里下载呢 请你先动手做这件事情 请你先到我的网址 请你先到我的网址 请把那个登革热资料跟台湾人口资料 下载下来 所以我的网址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https 冒号斜线斜线 go.gl 斜线 ytzrxp enter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麻烦请找我们这个课程 大数据分析与应用 保证下一次你会看到这边又多了一大堆的课程 因为后面课我都很来不及把它更新上去 可是请你要点这个范例下载 范例下载 然后接下来呢 请你下载登革热病例统计 这个只有统计到去年的4月 你一定要乖哦 你不要去下载那个开放资料知道吗 因为我到时候我的意思是说我要让你们知道那个更新 上次我是不是只加了一笔2017年的资料 然后让你们看到2017年怎么样 有听懂我意思吗 我现在意思是说我先给你这个档案 只到那个4月份我要让你知道那个时间差 而且把资料换成网络 集管署的资料听得懂我的意思哦 你不用现在去做开放资料 我一定会让你有机会去把开放资料 自己的开放资料抓下来哦 好 那开放资料刚那种做法有一个很大缺点 万一集管署当机你就完蛋了 听得懂吗 集管署的来源资料 它又是集管署被骇客攻击 你后面全部都没了 有听懂我的意思哦 你要等假设 假设现在你在跟那个市长报告 报告台北市的情景登革热情 结果集管署那边万一被骇客攻击完了 那后果自行负责 知道吗 所以通常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一定会备案 就是先把它当天的 就是截至当天也下载下来 以防万一 好了 我现在要前面下载这个登革热病例统计 这是第一个 再来第二个是台湾各区人口统计 这两个都要下载下来哦 可以吗 好 当然了 第三天我要教你癌症 这是 就是我觉得认识一下癌症也很好 所以来麻烦请你们下载这 就是登革热病例统计跟台湾各区人口数 那我就把所有视窗我都关掉了哦 不过我是想特别特别提醒你一件事情 我们下载下来的档案 一定是放在下载里面 这句话虽然是废话 但是真的很重要 好 一定是放在下载里面 所以我建议你下载 如果你 可以的话 最好是把它放在别的地方 例如说本机的什么地方 不然你的下载 其实你的下载这里面会很像资源回收头 可以吗 真的 你自己回家检视一下 你的下载里面像不像垃圾桶 好 资料管理吧 因为莫名其妙有时候 就是会把一些资料泄露出去 好 那我们现在去观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 我们是不是要打开桌面上的Power BI 然后把登革热资料取得进来 所以首先打开Power BI 打开Power BI 它就会正在进行资料出实话 例如说色彩 还有字形 主要是它一刚开始会有这个 请你注册登入 你就先用这个方式 到处他说我已经有了Power BI账户了 好 点它 这样的话 就是跳过那个一定要注册这件事 然后点选这个XX 就是把这个小视窗给关掉 然后接下来这个起始的夜签也把它关掉 好 那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直接取得资料 取得登革热资料 随便点它都不理我 什么时候它可以理我呢 最小话 然后再打开 好 然后点选这个取得资料 其他 我只是为了让你们知道了 我们刚刚下载下来的档案 对不对 下载下来的档案 所以我就在档案里面找 找什么 好 这边有文字 CSV CSV 它就是文字的 CSV 它的分格符号 是用逗号 文字 文字 它的分格符号 它是用 HEAP 定位点符号 好 点选 连接 然后接下来 就去找下载 刚刚下载理念 本机下载理念 刚刚是不是登革热 病例统计 然后点选 开启 这个档案 它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对不对 对 因为我刚刚是不是给你一个HTPS 当然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档案原点 它会 请你 要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把这个 BIG5 改成 UNI-Code UNI-Code 大概在中间 大概把这个卷轴搬到中间 这个地方 我真的 遇过有一个 平东科技大学 我不知道后来跟哪一所大学在合并 一位教授 他就说 他用的是英国的 英国的资料 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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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应该就是 英文 没有什么编码的问题 他说 好像是欧洲 那边的一个编码 我说 我真的不知道 可是 谁知道 谁知道 谁会知道 Google大神 知道吗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 Google大神知道 可是 我有告诉他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样可以理解 等我有一天变成大神 不是 我没有必要知道 全世界各国的编码 你看这么多种 原来土耳其的编码是DOS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你不用具备这么多 你只要 你最常会遇到 就是UTF-8 网页的编码模式 跟我们自己本极端 的编码模式 好 然后接下来看到 因为他不是乱码了 所以 所以这个档案原点也正常了 也正常了 所以我们就点选载入 点选载入按钮之后 你稍微等一下 他就会去把整个档案的资料 全部都抓进来 抓进来 我们去看看他的资料比数 绝对会比刚刚来的少 这个资料 资料比数 刚是7万9千多 现在才7万8千多 好 主要的发病日期 一样排序一下 第减排序 这边直到2018年4月29号 可以了解 也就是说 大概这一年半 因为 现在已经2020年1月份了 所以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 大概增加了1000例左右 这样可以了解 好 可是我是希望 耳后再 请你来更新这一段 好 就是反正你记住 现在只能画到2018年4月 但是我想绝对不能满足你 去报告 登革日 现在发生的这件事情 因为2020年 当然想要去看 2019跟2018年的比较 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稍后我们再来去看 如何去做这件事 但是请你先完成到这个地方 把资料取得进来 好 我这边我还是要先跟各位分享一下 登革日资料被我们展入进来 其实我们现在 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已经有登革日资料 我要分析什么 分析 我觉得有三个很重要的事情 你自己去思考一下 它的效果是什么 登革日的outcome是什么 决定来说 好了 我现在我拿到那个 预防保健资料 我的outcome就是癌症 预防保健就是做筛检 对不对 我的outcome就是癌症 癌症的预防保健 癌症的筛检 那拿到这么多资料 我的outcome就是癌症确症 到底我筛检吗 可以找到多少人是癌症 个案 多少人是癌症确症 对吧 这就是我的outcome 好 那我现在拿到登革日 我的结果是什么 我的outcome其实只有一个 就是 多少人得登革日 对吧 所以我们可能会问 诶 那各县市得到登革日的情形 是怎么样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在分析 拿到资料之后 你要问自己 我要分析什么 所以第一个面向outcome 看你知不知道 第二个 你看这里面是不是有 只有数字 只有数字 对不对 只有一个就是 登革日确定病例 这个数字 只有这个数字 这样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 而且都是1 他是以个案来做收集的 个案确诊来去收集这件事 所以每一笔记录就是1 不会有2 一个人不会有2个登革日数 可以吗 再来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那你就硬着头皮问你的老板 老板你到底想要看什么 你想要看那个 你想要看那个 年龄层吗 还是想要去看那个 例如说 我们县市登革日确定发生素 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好 或者是假装要告诉你 那蚊子喜欢钉男生 还是喜欢钉女生 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你就分析好给他 如果当你真的不知道 你就要问你的老板 你的老板一定会告诉你 他想要知道什么 他一定是想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 你觉得你的老板会 如果你的老板是集管署的那个 就是署长 你觉得他会想要知道什么事情 各县市 确定病例处 他准备要发放那个 就是 一些钱来去做一些什么 推广啊 防疫啊 对吧 资源的分配吧 你觉得台北市 给他1亿 高雄给他500万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 不合理吗 我们就要看那个资源 应该怎么分配 那你是不是要去算出一些东西 然后给资源 这样了解 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三种方式 第一个 第一个 你先想想想看 奥康是什么 第二个 你看里面的数字 数字没有几个 你现在手头上的资料 数字就是可以统计分析的吧 对不对 数字栏位真的不多 第三个就是问老板 好 那我们 我们等一下也就是去算这个确定病例数了 可是我们再算这个确定病例数 我们就先来算这件事哦 你看一下这边 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 因为我们是从1998年开始到现在 对不对 所以这边应该会有一个跟时间有关系 就是我们先看各年登革日发生的情形 各年登革日发生的情形 所以这边跟日期有关系的有看到吗 通报日它会有阶层 还有发病日 请问你应该是要以通报日计算 为准还是以发病日 那你到时候记住 当你的统计分析 你一定要先说明 我的计算是以 例如说发病日 通常发病日跟通报日是会有时间 但尽可能在同一天 可是真实的发病日 我觉得假设是我来计算的依据 所以我会发病日来做计算 这样可以了解 你只要在资料计算 注明你是以什么日期为基准 好 所以呢 最容易被人看懂的是不是直条图 所以我为关系 所以我点群群群骗 Entonces 1点选群群字 2点选什么 lu 三點選確定便利數 我是不是又算出來了 可以嗎 所以假設你現在看到這張圖 你接下來要做什麼事 你是不是應該用滑鼠右鍵點選這個bar 分析說明增加的情形 那你覺不覺得會看到哪一個縣市增加特別多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 這樣理解我們現在做大數據分析這件事的主要意義了嗎 有感覺這都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你要善用這件事 我的意思說你學到現在 因為我們要教你的是應用 可是真的有人 他不懂這一段的一個應用 就好可惜了 你至少先 你只是拿到資料畫出一張 這麼簡單的一張圖 就可以開始對於資料有更深入的了解 你覺得這樣是不是很好 等一下我要請你 請你告訴我 這個是哪一個縣市增加最多 這是我現在關心的 這是哪一個縣市增加最多 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嗎 這就是大數據分析應用基礎 對吧 請你們現在動手來去做到這邊 來去看各年 各年登革熱確定病例 然後以及告訴我 2014年這邊哪一個縣市登革熱發生最多 2015年哪一個縣市登革熱發生最多 稍後公布答案 好 在這個地方 2014年華術右鍵 我就透過分析說明增加的情形 然後在這個地方 哇成長了多少 17倍 17倍 首先這是一個非常不好的數字 對吧 好 這個他就已經把我們算出來了 然後以高雄市高雄市增加特別特別多 第二個增加的是 台南市 台南市可是增加的比例很小 可以忽略 為什麼可以忽略 新聞都是這樣子 民眾好像蠻健忘的 像例如說這個高雄市 人家就比較不會去管第二名了 就比較不會去管第二名 反正高雄市這邊是最多 那其實它下面還有很多事情 你可以稍微再去看一下 這樣知道嗎 然後 然後 例如說 例如說這個 群聚病病例數 這些 像這個 這個是什麼 各年 各年什麼區的增加最多 剛剛是不是講高雄市 現在是三明區 這邊增加特別多 可以嗎 第一名 三明 這幾個都是高雄市 是 你看這個地方 你 你覺不覺得 你的老闆想要特別知道這些事情 好了 那我想應該沒問題 那2015年呢 分析一下 雙铭增加的情形 增加最多的 它一定跑出來 第一個一定是限制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它為什麼第一個跑出來限制 它第一個為什麼不是跑出來那個行政區 第一個為什麼不是跑出來國家 第一個為什麼不是跑出來 到底是屬於那個本土型還是境外移入 對不對 為什麼不是跑出那些 它跑出來第一個就是限制 你有沒有看到限制這邊 台南市增加 增加特別特別多 有看到23個千 高雄市呢 高雄市增加5千 我跟你講這個增加5千 你要去思考 它是連續兩年 第一年假設增加了 假設增加了1萬5 然後第二年增加 是1萬5再加5千 那不過現在重點是 2015年你要看的是 台南市 台南市到你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好 還有這一點 你就知道